是個真眼,就為了喊一個假眼,可能能接受 跟一個真眼一換一了有點虧 然後我們看TZY這把馬爾斯服裝也非常有意思 沒有做平,選擇做連鷹戰刃 他覺得他出了平,他控不到,服不夠用 4加6分鐘的賞金服又被小巷給控了 賞金服對比是不是有點誇張啊 我感覺MAGMA怎麼就沒有人想到要去控服 是時間計的有問題嗎 因為跟之前確實時間不太一樣 然後剛才下路的話又是對限制一波動手 但是吃了一個仙草,扛住了 看看限制什麼時候到6,到6之後可以配合隊友下路幹 FY的話是下路已經沒什麼事了,羊一個人可以單混 因為下路的話他基本是一個TP無敵 其實雙醬油都是屬於一個解放狀態了 線上都差不多可以單獨自己玩了 想把FY給拚掉,沒拚掉 你拚直接開大 有拚掉,然後好像有小巷人被他傷害 是啊,殺不死,而且小巷人還在卡位 對,可惜了 肉山這下如果把羊開運,羊應該就有危險 但這樣說大死人要再死一次 主人這邊直接變了,死亡先去互抽 然後一套技能帶走,沒必再次擊殺對方中待 那大死他崩了呀 崩了啊,2300打3200 而且第一個大招開了,人死了,再來 每天這個位置看一下Rapanda技能CD 應該是沒技能了 看到馬爾斯來了,先招數開一下視野 然後其他人趕緊跑 主要Megama想要殺人 TP不在怎麼殺呀,沒傷害呀 靠綿綿嗎 我覺得他們這把得把死亡先知保住 因為死亡先知打水人的話 本來就是等級越高越難打嘛 但是你中期節奏的發動點肯定還是死亡先知 因為你TP不可能那麼快參團 馬爾斯那個大的話一開始也找不到人 所以大死他這麼窮 前期頂不了正面的話很難打 但這樣只能等TZY出山了 這樣的話馬上倒流 等一個傳送CD就可以出去幹人了 現在先知的話就是這個 飛鞋,我感覺飛鞋跟先知都得活起來了 是吧 對 TP太貴 強烈跟鼻射要求潛價 強烈要求出了飛鞋之後 SYS還是給人TP啊 這樣能變成一個理財產品 狗的話這會兒已經是上路FREFARM了 這就是選狗的優勢啊 就是狗啊拍拍頭這種英雄 他在對線結束 對面等級到6了之後也是能跟馬爾斯去對線的 是 線站的會比較穩這樣的英雄 對方的主動拳吧 然後TP現在其實是很尷尬的 你說線不要了吧 這個又可以用人 進野區的話 因為這個雙降游 對方雙降游被解放的實在是太早了 不安全 還有個先知在 受不了了 叫TZY下來 但是又被小數人精緻卡位了 另外一邊的話滾滾了 是可以有時間反應續張聲勢的 FREF還在這邊跳 受不了了 哎 哎呦真 這個就是在勾引你方式的拉力 不是 這波得忍住好 在中路殺了個土豆 可惜是對面5號位 真的是沒忍住 想過來反演的 不是 這一波也能被FREFARM把大高騙出來嗎 這得忍住呀 這FREFARM就是在騙你大呀 是啊 太明顯了那個 在你臉上都跳舞了 哇 TZY年輕人啊 火氣大 效果直接逼章 保住 傷害應該夠了 殺不掉那個 養死得留下來吧 裡面的話也是成功到6 看一下薇薩基到6之後 能不能跟隊友打出配合 問題還是那個問題對吧 只能靠TZY外 這個死亡先知有點窮 死亡先知到底能不能補起來啊 他不補起來的話是成不了隊伍的正面的 因為這把 中塔已經沒了 對這把他秒殺的話太好殺了 到時候 電眼角手到6對吧 配合雪人的爆發先知一個搖打 隨便就把這個死亡先知給殺了 關鍵點還是現在也不能像平時一樣打換線 上路 一般情況這個時候是蹲了一個輔助的 但是現在是一塊東風神的小狗 是個鐵板啊 槓在上路了 不走 要想突破這個鐵板 但是 小燕照緣了 而且這波正好灌了一個雙背符 有什麼方塔 不想給你這座塔 有塔房的 可以稍微拖一下 拖到 滿血塔 魔畫結束 這邊已經打起來了 先知已經感到 選擇先把對面的輔助給切掉 先知的位置有點危險 感覺一勾老魔法把嘴上抬起來了 懷在那邊 動起來了 掩護了一下隊友 知道對面傷害高想走 卡住了 被一個高等級的靈魂超度給帶走 這樣子犧牲了兩兄弟 拖掉了對面的魔怕跟大招嗎 看一下這兩個大招時間都差不多了 但覺得後續戰鬥力不夠 還是撤了 狗吹就說塔了已經 感覺鬥手還是有點急 一個是有魔法 另外一個死亡先知也太大了 陣地確實有點厲害 他們選擇第一時間秒藍胖的話 就打不贏了 我覺得他打正面可能 至少在秒這邊一個大哥吧 要不就 要不就 要不秒TB 秒完了之後能接 然後這個位置被TZ外看到了 直接放大 這次沒有任何問題 薄的話是把人正好薄掉自己的隊友身邊 大殺特殺 忽然這些Elephant感覺 我覺得 接了一波不理智的團戰之後 突然之間迷茫了 也許被人家入侵的 打不回來有點 這也是Megma抓了一波自己 TP有變身 算是比較強勢一波時間 但是TP的變身現在是CD 然後DP的大招也在CD 所以這一段時間 看小向有沒有什麼想法 小狗逼張 要打的話就這塊打吧 是 看樣子的話應該是都想補點裝備 想刷一下 確實刷就完事了 我刷 我比較猛 算一算的話滾滾先知後期都有傷害 可以等水人遜靈刀了之後再幹 水人的話可能還要再刷個兩分鐘 15分鐘把這個遜靈刀摸出來 需要水人的這一套高爆發了對吧 這樣子才能瞄你大哥 不然瞄大哥的話輸出確實 不是挺夠看的 花塊賺好了 小狗下路線頂得非常深 F2過來看一下視野 好 推掉中塔跟優勢魯伊塔之後 Elephant好像沒有在對方的野區去做鋪事業 還是但先偏刷嘛 對 先刷著 反而是自己的野區被人家點了非常多的眼 裡面這把的話是作為4號位的薇薩基直接裸鹽文章 但是這邊是被看到了 小狗帶著先知飛下來 原來對我這邊互相卡了不過了 但是傷害肯定夠了 先知帶著小狗飛下來嗎 你咋反了 確實 還能再收兩個小龍 加200 然後直接要推上塔 所有人都在上路集合 開一個塔防守一下 DP的話是開大逼中 這一波是又不想放 反正我就需要嘗試一下 看能不能熟 但是想開車被沉默了 沉默點的非常關鍵 是 第二拳是我大可沒有開速的技能 馬斯山南來池 自己放大招也只能撤退 小狗這邊還好是萌冥牛火了 所以走不出又是第一場 但是滾滾開車 找到了剛復活的綿滅 雙倍幅的TP來了 趕緊跑 一巴掌直接把這個限制善回泉水 TCY再過來 效果已經是 有大招用過了 沒辦法 看一下還在往前走 有善回泉跑的還是比較快 一個毛 毛住了 這也能毛住 精準定位啊這個 又這麼一顆住 這個是不是以前沒有啊 這個地形改過了 我印象 應該是以前沒有 我感覺他也是隨便毛毛的 不是沒有算什麼 原來我感覺這毛有點有點準 他想用那個毛打傷害應該是 沒想到這邊有棵樹 因為現在地形變了 這個樹沒以前那麼密啊 屬於那種003散 哪都有 這波的話還行 打了波互換 殺了對面比較肥的狗 全人巡領刀了 那TB同樣也是拿到了自己的分身 雲姐不錯 正好河道空到一個雙倍神輔 不利人完成了一波收割 人頭9比8 誤開 特地吃了雙倍再過來的 那路又來找到 走應該是走不了的 有一個進攻的野 然後也是剛才把對面上路一塔推掉了 所以知道這波動死王先知是必殺的 所以知道這波動死王先知是必殺的 好難比較少啊現在 比較適合 露出吧 小狗的話直接轉天堂 就著急往輸出續航那邊靠 靠 靠束縛 看他這個Bug好怪啊 走路 肌間還是有很多模型Bug在的 所以說什麼各種英雄的光頭效果是吧 三人開力波舞 去領刀出擊的第二波 這個走位的話好像是要被卡子破誤了 看到FI了 這波開誤應該是沒有什麼成效了 主要對面抱得很緊 又到了MAGMA 技能齊全的一段時間了 有大有變身 這套打法 感覺給綿綿的資源很多 再把綿綿往三號位轉 已經跟死亡先機差不多了 找到了羊 慌了一下TP 但是有難放開視野 有個大招死先甩了出來 快甩死了一個中立神物 然後掉了一個魔童直轉 還好卡子撿起來了 來看一下篩樂可以能不能走 恐不裂 沒有控制 留不住人 沒空 想做魔鏡還沒到點吧 好 三十八分鐘 不過拿著攻擊走不了 然後扣了一個魔童直轉 怎麼說呢 轉了 T4在這邊跳到過來先手 小狗開了磨面 再跟第二波沒有視野 TP 有大的 射攻留住了 直接太大 留住了狗 狗沒有磨面直接被點死 追得深累 沒有控制 沒辦法 就只能跟人家比賽跑 比賽跑的話 對方人應該趕到了 剛才能不能直接磨眼TP 我是在想這個大招還有什麼利用 有地方可利用嗎 沒有 沒有伊塔了 這種山也打不了吧 就好像等級比較低嘛 復活很快 來往裡面待個十秒鐘 對面拉扯一下 他又被火了 馬爾斯 傷害差一點了 直接就跑到牆上 F1過來撥點輸出 自己大招還沒好 差一點 羊的話就被後排了 漂亮了一個封路 那應該能帶走TZY 然後DP是沒有大的狀態 所以不想打 這波裝了 DP很明顯不想上的 是 又要殺人打鳥了 每次感覺馬克馬快跑起來的時候 都會送一波 那這波的話正好死在肉山坑旁邊 人家要打盾了 有數人 反正打得快不快也就還行 但是傷是不傷的嘛 只要是我打完了 哪怕我打得不是很快 你DP沒大呀 DP馬爾斯 馬爾斯 馬爾斯人也沒了 這兩個關鍵性的人 一個沒打一個毒鳥 那我肯定打盾 穩打 這波知道你打招都CD了 然後你在那搶一個圖 有點沒必要 三四號我就送了一波 然後對面水人直接控盾 可能這就是 馬克馬現在需要改進的地方吧 打的東西有點亂 什麼時候團戰該接 什麼時候不接 有些沒必要的 這個可以B的時間 來看一下水人的出裝 直接坐大溪 站撸行 對方的控制也不是很多 先知的話也是補了一個炎陽文章 這樣是性價比拉滿了 轉一個工具人 有名披荊好道具啊 別斷他自己反正假高 再帶個有名披荊 夠硬 卡茲怎麼沒中立道具啊 正常 20分鐘了 怎麼知道也得有一個吧 有 有 有 訓到了嗎 沒有的是 小熊貓 小熊貓 小熊貓的對位 對內地位 還錯了喔我的 他們因為少了一個嘛 先知 先知那個其實我覺得也要改 下個版本可能就改了 全兵甩大然後中立生物飛越十萬八千里啊 不是說現在中立生物打掉的是飛到 直接飛到身上 就飛到腳下呀 所以剛才先知不就飛到腳下了嗎 飛一個魔童之爪 那就直接飛到身上才 比較合理是吧 就感覺挺有意思的 有點像看那種 風神演繹啊 西遊記啊那種 有一個法寶 就直接飛到自己身邊了 有一個法寶 來到了一波 Elephant的抱團推進 想想 水人跟大西也挺大的喔 首先力量屬性對水人來說非常有用 然後加了攻擊跟一個短CT的驅散 限制這邊去做了魔晶 大樹人直接扛著拆 然後水人雙倍 對 好 拆掉了 就沒到二塔 等會兒可以進攻前哨了 這段時間對於MGMA來說就是爆發不是很足的 他必須TB有一定的輸出環境 但講道理 不可能拉著凱文在沒成型的時候一直跟你打架嗎 這樣經濟已經是起得比較慢了 控制了天輝的上半區 然後先制的話回去扯下路二塔 就反而因為小狗奧進會水人帶盾 所以MGMA也是比較苦惱 覺得想避戰 避過這段時間 但是你最該避的那段時間沒避掉呀 對方拿著這個盾 又要被卡通霧了 插眼看到了一個藍胖 這對藍胖應該是沒什麼想法的 直播開霧的話應該是白搭 沒有找到人 看到信使了 但是因為先制的發芽前幾個版本就缺過視野 所以這波沒找到鳥的位置 開車找了一個馬爾斯 第二下撞到了 小狗過來 再撞一下 再撞一下嗎 撞一下肯定有機會 再撞一下可以 那這波控制FY是拉滿 雖然線手比較勉強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 綿綿也是被 雪人一套直接帶走的 對 雪人跟老奶奶蹲住了 那這樣子又是三次號位 這波TTY其實死的也不應該 上路沒二塔的 他要收線的話可以等明天能到自己塔下嗎 高低下面 打成一個7-3開 瞬間拉開了 其實五分鐘之前 一奈隊沒打的時候 兩邊試 經濟都平分秋策 對 然後局勢的話 就是MAGMA有大招感覺也能接的 但是現在這麼打下去 就有點一邊倒了 然後水人大七 相當於成形吧 相當於這個 這個出裝式的水人成形 因為有個老奶奶餅乾 加上滾滾的舊 舊感覺沒避沒盾也死不掉 對面的控制鏈想接得完美很難 沒有那種特別硬的控制 沒有控制鏈可接 然後也沒有超高的爆發 可以直接一套把它給秒了 除非他的血量轉的是全敏對吧 就是那種什麼毛接兩連座接個沉默 基本不可能 隊友肯定會過來搭一手的 Dust是拿到了自己的BKB五人開悟 照顧了對面的進攻視野 但是Elephant幾兄弟又在上半區 再往上走 這一波是只能贏不能輸 輸了的話自己高地就沒了 找到了一個FY的滾滾 但是一套沒有秒掉 沒秒掉的話 是不是捲土從來直接開大 走了 哇 大家這樣子很傷啊 爆發沒跟上 說了他們的控制鏈跟這個爆發 是全部夠的呀 要了一個沉默的時間 捲土從來直接開流 五人開悟一個人沒殺到 只能去下路把前哨站回來 一下子尷尬了 然後Elephant反而是現在完全不急的一個狀態 這把工具人拉滿了 還做了一個版本比較少見的赤紅甲 我 工具人 你沒有法系爆發 我 赤紅甲無敵 覺得這死亡先知 那樣了 確實這個經濟的死亡先知已經有點不夠看了 而且沒有什麼神域啊 也沒有這個 莫克 他不敢這麼放棄大量的往前衝 再來 好急 他們確實想在外面打贏一波 盾的話 還有兩分鐘的隨機刷新 中路露的是滾滾 又是他 又是滾滾 滾滾也溜了 這波抓不到人 盾也沒刷 好 躲得很謹慎 沒有給任何一點點機會 反過來 一波五人物 線上的話應該是個TB啊 路線的是個TB TB那個位置不大好抓嗎 這波其實抓不到人的話 小翔把視野鋪出去肉山那邊做做視野也沒問題 好急喔 三角繼續蹲著 應該是要撞到了 兩邊 臉上是個藍炮子啊 不看什麼太浪費的技能了 一套直接帶走 滾滾還是把車開了 流 一個毛毛肚的先知 但那個先知是很肉的 他是一個肉先知 對 我還問了個餅乾啊 先知在被暈的時候 當了個木樁 一屁股坐在 把巴爾斯給做暈了 這樣子的話 MAYB完成雙殺 打了對面一波三人團滅 他感覺 沒輸出了 領不住了 他們這陣容的暴殘才厲害 但一直被逐個擊破嘛 死亡先知9秒鐘BKB買到了之後 也是一直沒開過 沒機會開喔 一直是感覺有點被 想像玩弄在鼓掌中的感覺 是 直接配到了中路的兵營 看想不想走 可以走 可以走可以殺 都可以 盾的話 刷新時間非常久 刷了個兩分多鐘 先去下路把這個殺二塔給推了 到時候二代盾一拿 對吧 再給小狗餵個魔金 現在Megaman面臨了很尷尬的一個局面 先知他殺不掉 出出不夠 然後 水人小狗 那更不要想了 這個秒殺的這個 血線 打不到呀 主要還是他們 中期沒爆起來 其實選揮薩薩 死亡先知這種 一定是得爆起來的 但是一直在被單抓 而且一定要抱著死亡先知打 對 大死也有點窮了嘛 裡面這樣的話 周先又被抓到了 BKB BKB在TP 但是這個兄弟不大好救吧 他踢下來了 但是看了眼 他還要上秒先知 說了這個先知很肉的 對 所以我看能不能救一手 蟹紅甲一開 TP來了 但是今天被掌線 還怪開車角度重來 必須這邊的BKB 穿了很長時間 先去反駁 小狗這邊先撤了一下 水人這邊交流力也不夠 確實是不是 九秒鐘BKB的恐怖力有點厲害 BKB到時間了 TB還在往前跟 又站到了一樣 要反過來 他還反過來了 他還好生氣喔 天天打羊 什麼意思 過來 一套虛靈 小狗 小狗 小狗的位置非常尷尬 快空差了 還好破數 羊這個差有點搞人呀 感覺 拒絕者當時有點害怕 好吧 莫名其妙有個人把我狂住了 啥意思啊 下兩個小龍 你嚇我呀 還好自己身板夠硬喔 還是吃掉了這邊的小龍 那這一波換先制買活 把對面下路二塔強行逼掉 那個威光是非常救命的 沒有反應 小香這邊的話 控制權在4號位 FY這個滾滾的點上嘛 所以上一波團戰 面對對面 兩個嶄新的BKB 是有點難頂 初初有點難打上去 打不上去 而且我覺得 小狗還是要出撒旦呀 他 想跟 TP剛正面嗎 你要 想剛正面 你更應該出撒旦了 確實 總要出的啊 沒選的 盾殺了 繼續來打盾 一波的話 爽先制大招 還有四分之一的CP 恐怖電的魔幻應該也沒賺好 看那個魔晶給誰 這是二代肉閃吧 魔晶應該還是給狗吧 其實電眼角色的魔晶也挺厲害的 帶個暈眩 然後加個傷害 但是打核心才用得到嗎 斧斗這把的話 也不可能跟別人貼臉 說實話 挺需要的 控制太少了 其實狗那個也算軟控制嘛 狗也一樣 動手直接開 FY 看能不能夠秒 加個沉默 有餅乾想救手沒救了 方向不太對 FY沒有買活 自己的唯一控制死了 恐怖令人控了一個奧束符 限制的話想給限壓力 想去下路帶 帶限制可以 但是楊上一波是買活的 這波不能被抓到 帶的小金一點 這樣子可以把MGMA的人給逼回來 逼回來之後等輪輪活著 他們再來控二代盾 MGMA的話3BKB了 阿爾斯的BKB也是跟出來了 總算跟出來了 我看TZY打了好久BKB的錢 你們不打 我來打 聯陽文章的話 打盾還是很快的 看一下 他不想接了 直接放掉了 拖了時間久了嗎 其實死亡限制跟恐怖令人的動畫都好 這樣反倒是二代盾被MGMA給空了下來 局勢又逆轉了 魔晶 給亂了維薩吉 你別說 不是完全沒希望 好吧MGMA 看明明這個小龍怎麼來操縱 只要他們的BKB開的時機比較好 在開BKB的時間裡面不要浪費 能夠打死人 多打掉兩個 對於MGMA來說還是挺有機會的 其實感覺魔晶給我們離人自己加點傷害不好嗎 給綿綿 看綿綿玩 多一個零位兜風 一般吧感覺 感覺給DAS的魔晶對吧 這兩秒恐懼 因為對面水人射程也就那樣 然後小鬼也是貼臉的 感覺挺好用的 不過DAS自己有魔晶了 DAS自己出了 嗯 可能覺得綿綿沒這個經濟吧 去出這個魔晶 確實戴線一直在被抓 就是我恐不利刃也好 還是DAS也好 我都有這個經濟可以 不宜讓我去出這個魔晶的 而綿綿的話可能就是要讓經濟 那出不出來就只能是白嫖了 MGMA再開一波霧 還是沒能抓到人 三波霧都落空了 但是反正空洞拉人在盾 他們現在雖然經濟烈勢 正面爆團還是有著打的 乖的話出道的吹風 關鍵時候能保命 然後恐不利刃想了一下 暴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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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夠輸出的時間就是 BKB的時間 對 BKB跟MARS跳打那一波 對 所以我一定要在能夠輸出的時間裡面 盡可能地去打死對方的人 反推一波中二塔 因為帶刺 Elephant沒有想起 有閒之在線的話 小巷是不用擔心的 就盡量去拖對面盾的時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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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結合 的 就做了一個團空 小翔這邊的話還是要看大哥的切入 一波切入如果打得好就比較好贏團 你說了嗎 小翔這邊沒有控制 沒有控制的話就造成了小狗的這個輸出環境其實並沒有那麼好 很多時間裡面你要在這個走來走去的過程當中 對吧 然後PKB還沒用過 小樹人看一下對面人的視野 但是MAGMA呢抱團抱得有點久 經濟反而是從9000被拉到了1萬 因為打錢的人少了 抱得太緊了 但不抱緊他們怕被抓 因為他們的陣容就是打團厲害對吧 單打的 單打獨鬥 我覺得兩兩配合都不強 但是一旦五人團的時候 還是有一定的一個優勢在 處理一下上路線 想要逼一下上路的二塔 順便把前哨給點掉 等下1分鐘 這樣他打完的話 可以考慮去防守來快快斷線 我直接開著 哥來斷線了 我開塔房 叫你喜歡斷線 防守腿看能不能追喔 這波F2可能 他倒點TP 好玄啊這波 因為正好左線上有個防守腿 玩心跳 這波留下有點尷尬 然後現在的話PT繼續加強了 所以打不動 打不動 等兵線 兵線來了 開個塔房 對 你頂塔房我也頂吧 而且頂塔房的話 中路跟下路線都在往裡推 先知帶線反正不講道理的 另外再蹲這個先知啊 他也不大敢直接出來動手 因為自己隊友都在上半區 他怕對先知身後有人 所以他在樹林裡面再蹲一會兒 沒有抓到搖 兩路的這個兵線 對於Megman來說壓力還是有點大 可以了 可以了 經濟的話還在拉開 好現在小槍反正就是 把這個盾已經拖過去了 至於什麼時候想出來打 看他們自己覺得 什麼時候關鍵裝備成型 來到了36分鐘 傲处身符 對於DP來說好東西 還是要想辦法去處理這兩條線 但小陰鎚對於滾滾來說提升還是比較大的 比大陰鎚也好很多 兩條線的壓力讓Magma是疲於奔波 是的 而且 在帶盾的時候沒有養起來 然後現在變成小巷進攻 又是一波五 衝路找人 找到TZY 也一個毛 但是被奪孔找到副台了 第一時間大準備開出BKB也被剝離一下 然後變身再加BKB就自己進行殘血 黏住 必須開大鋪以後 整個這時候領起了自己的BKB全部打正面 又徐章的聲勢 提前給到了一個角蟹 第一時間恐怖力地沒有打出傷害 第二時間再來幫小狗正面 小狗又死了 小狗直接被帶走 老奶奶一波轟炮 看一下能不能追擊 水人還是滿狀態的一個波浪形態 完成超神殺戮 再往前追 其他人的話回到高地上面 打成了一波一換二 說實話 真的你要跟TP去鋼正面出個傻蛋呀 他這把感覺要出裝備有點多 他覺得不出這個天堂也不行 然後要打傷害的話TP假高 又得把這大墊做一做 所以做他自己假的有點低 要做一個強襲 打西的這個順序就一直在往後拖 問題是TP已經打西了 下一波的TP應該是一個很恐怖的輸出 只要MAGMA這邊 團隊經濟一直能保持住 但是恐怖力量只要是全場經濟第一 他們就有一戰之力了 是 現在的話拿凱文還是沒有特別好的辦法 誒 誒 有了 現在有辦法了 武功太高 他也怕羊召 問題來了 MAGMA這邊有沒有什麼 寶人的道具或者技能呢 有威光 台車嗎 我聽到鬼鬼一直在S啊 打一下司機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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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個風速快槍應該是看到人了 呃 對 他是說 那直到這一個月 我們被拿出一場 這波工具 好 這裡 好 這次 然後 其實 這超多隻 下巴 了 那 這才兩場 有個大 負擔 下巴 那麼 因为对方这个盘战比较强势 所以现在艾芬特也不敢贸然的再去对高地什么发起任何进攻了 高地的位置的话对于麦克马来说就会好打一些 高地上有一个DB直接滚过去了 羊刀不是严肖 在哪里羊刀给到了雪面之后一终进场 看不见过看药物有奶酪 满血回来 开启自己BKB开启魔法跟雪人队钢 雪人队都还可以走到了毛尔斯在大里面 先处理后排 前之被找到了 从前之开始大招找到羊大死的主打比赛 再往前跟还想再留 有没有毛还差一秒CB 没B的位置 桌上没有石 没没 有一棵树没爬到 有一棵树没爬到 是的 但是滚滚没留下 那这样杀了人的话 盾还有50秒刷新 还要再走 能不能拉扯一波 没机会 开个视野带走了 打不过这个体力 而且捡到了宝石 是的 自己这边控制实在是 过于 过于欠缺 所以 感觉刚才完美combo是能杀的 少了一段滚滚的控制吧 但是那个位置还是有点勉强了 是 就是先知第一时间 其实离FY的位置有点远 那个羊接的已经很远远 已经是很极限很极限的一个羊了 那再那么接的话 其实最好是上滚滚线吧 一套都接完嘛 就是他至少能连个三下对吧 撞一下 弹一下 吹风一下 是的 然后再接个羊 那样是能杀的 再看一波这波 上来 跳刀 卷堵重来 再撞了一下 吹风 吹风撞一下 跟羊应该是有一段时间 就是跟羊刀可能是重来 重了一部分控制时间 然后吃出奶酪 BKB直接回头反打 但如果说 好像也不一定 好像完美接 好像也杀不掉 这输出不太够 而且少了个狗嘛 我看了耶 刚才你会没看到狗的位置啊 直接打字 有A帐 直接TB完全体了 这个A帐给的TB 你不就是完全体吗 没给 给的是谁 给的马尔斯 嗨 嗨 护身甲盾 增加了10%减速效果 在新的版本里面 也行吧 就帮TP去吃伤害吧 就帮TP去吃伤害吧 我的TP跟DP 说实话 我是觉得这把椅 它好像是翻了 只要对的TP不死 因为毕竟 小狗打豆河比较强势 打这种已经成型了的闇壳 有点头晕 TP打狗吗 嗯 有点对决了 双倍幅的TP 再加上 带着蓝胖buff 还有茫茫多的团队装 魔警也有了 恶魔狂热 现在战路能力非常强的 反倒是小象这边几个核心 现在有点刷不动了 局势慢慢越来越难打 然后自己的地图掌控权 越来越少 经济有点不够分配 马克马的话一波四人开悟 人的这个输出有点一套不太够了 跟着兵线 摸到主野区没有人 DP DP到底是跟了啥 他之前应该是没格子还是吗 他之前可能把盘子锁了 然后刚才直接合了之类的 我想了怎么可能一下子跟两件 这得多有钱呀 那DP有盘子有冰甲 也秒不掉了呀 这一套 一套秒不掉DP 秒不掉TB 那对于Elephant来说是一个很 不好的消息 Dire are scanning 其实感觉大晕的削弱对小狗也挺烦的吧 本来有大晕的话小狗中期打伤害舒服很多呢 一般来说选小狗是在对方有 然后人马 然后什么小小 这种核心选出来的时候 是吧 我觉得选的也没问题吧 选是选的没有问题 后来盾被击波打得越来越怪 然后局势也没有控制住 这强势期跟这个对方 没有变身没有大招的这段时间里面 一直在刷 对吧 我们一直在说为什么还没有动 刷刷关键装备 杀着杀着 没想到对方TB这么肥 KB也有了 过棒 拿到了 现在期版本的话小狗一继续一改 前过棒的继续一改 打到后期的话每个大哥都得出 对 然后也是错了一个魔晶的火焰盾 然后开大招直接逼出了 对面卡牌 然后轻松就脚在前面了 反正会直接被打晕了 反正会直接被打晕了 好 没有任何反应的空间 可能满活但现在没大招了 下手下不去 上不去 上不去啊这怎么打 现在还是出了一些工具人道具 现在只能看着这边拆 其实团控的话只有F1一手 是 但是没有这个开车 感觉有点寸步难行 只能看着这边拆 看拆 你控制了吗 那这路先放吧 因为这边死亡限制加魔化 大招加魔化就交了 先放一路 你放了这一路就意味着一会儿你得放第二路了 玩冰线吧 有先知在 只能玩冰线了 赶快趁着对方没有变身 不 没有这个DP大招出去 抓到一个是一个 兄弟们 他要往下走 上路这边露头的是恐怖令人的幻象 很稳啊 四十几秒带盾 不敢出高地 应该是看到上路兵线没人收 起了疑心 是的 这波的话也只能出来做视野了 我主要是 Megma很清楚呀 我没有大招 没有变身 那我怂一波呗 对吧 等我有变身了 有大招了 我再出来跟你 打 没有我就怂 找到了水人 看GKB 反打 没有控制 是 后排的不爱 找到这边的四五号位 水人摸进来打输出 也不是特别够 我们的普遍也已经有抖横 对 我离得有点远呀 跟不上 马尔斯立即大招 找到先知 先到先知 小狗 下肩还直 找到的是对面的辅助 正面的话恐怖令人肉身 要刚先知 现在的GKB还是被带走 从而先知没大招 但只有盘子 正面顶住全拨两个 看下DOT 看下DOT 既然有奶酪能不能吃出来 吃一口奶酪 有冰眼在没回满 小狗还在先 在顶正面 再一个毛了 小狗戳走 这波还是没有大招 随妈干嘛且战且退 退到自己高低下面 伴随着自己三五号位的满活 把小狗给逼退了 看能不能留人 一个沉默给到两个 没有再往前追 再打下去 对方技能都好了 艾尔斯得撤 状态也不好 蓝量也不多 讲道理 只打了个三五号位的满活 自己这边也交代了一个兄弟 就 不转 不转 而且确实对面大招转好了 我还有两秒钟的冷却 下波你再来就打不过了 你就只能扛着对方这样 没有大招的时间里面 有大招有魔化真打不了 而且每一次我觉得 艾尔斯的开团开得有点极限的 就很容易是队友跟不上的 这种情况下开 就没办法 他必须得FY顶进去嘛 好 然后这把杨因为是出了攻击人 也不是那种 这把他肉也肉不住 这个恐怖力人的经济 他正面站路也不可能撸得过 其实已经挺肉了 他就是没有输出不太够 能一个三号位先知的森板 能吃那么长时间的伤害 够可以了 尴尬的吧 前期没押住 长一段时间都是想将领先1万多 是 龙凤神的话在水人身体里钻了好久 就想找一个落单过来刷钱都没找到 那那段时间 就一直拖啊拖啊拖过去了呀 还是给了Elephant的 叫优势的一个胜率 因为抬头看了一眼 马格马这边抱团抱太久了 经验力落后非常多 但是说实话其实还是看恐怖利刃一个点嘛 对 这个点如果小象还是处理不掉的话 打团还是难打 等于是看麦克马下一波团战吧 下一波这个大招什么都齐的这一波团战 看能够杀小象多少人 在这个大招开启 魔化开启的这段时间里面 能拿到多少的优势 因为拿不到太大的优势的话 就要被对方抓真空气了 下路这边动手了 没必开出自己的BKB 正面先钢一下打出手 现在这个盘子另外找到了老奶奶 现在这边被钉在树上 然后马斯曼帆在补输车 在他有个小龙 在5号位这边电影就有事要先交代 再开车留正面 5号位互换 来过来这边留到了绵面 带出来 带出来 大哥来了 走 走一个是一个 羊的话是直接被后排了 是 怎么打 然后低波下面的摄像的伤害非常足 谁想过来呼一手 还是没互助 收了走 把这个大招骗出来不好吗 那这波的话看其他人能不能跑了 被吹起来了 有没有接毛的说法 毛住 沉默 过去甲斗还有晕血 能触发晕出来再晕住 一个灵魂超度 沙漏可完成双杀 刚才那一波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他开了魔化开了这个大招 然后所有人撤掉 只交一个5号位 3点 想这样子的话要破第二路了 是 雪原是有买 买了之后跟恐怖力人 已经没有正面高的资本了 经济上太多 恐怖力人的话是可以做刷新的 正面成功给到了 打掉了半血 雪原这边买活 趁着技能 都吃了赶快出来抓一波 上波买了 119秒 还在追恐怖力人 直接选3 打赢了 有机会啊 有机会啊 这样的话 逼人换血 但是打不过 但跳打不了 被水原一套袋子 是的 对方2打1 你 马干马也大意了 看到对面买活 犹豫了一下 TZY觉得能接 其实确实是接不了 而且 就是不知道凯文买活前差多少 他那个刷新是不是在运 没运到身上 他如果运到身上的话 其实是有一战之力的嘛 没有大招和魔化的时间里面 Elephant 还是能打的 我看他现实刚才是飞回来了 就是感觉他如果 像运到身上 再抓一炮技能的话 是有得打的 确实如果没大招的话 挺伤的 自带盾 已经刷新了 轟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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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轟 想要杀敌 想要杀敌 把人拉进来 TP有魔化吗 应该没有吧 他也刷了 应该也刷了 不管现在我们在打 杨的位置非常尴尬 他也没有控制 没打击 马里斯没有被动晕 然后滚溜场 他就直接没找到 没有大招 打不了呀 对TP的话是不想用刷新了 他有魔化还有十秒钟 他觉得可以拖一下 但是这些队友已经死了 昨天状态也很残 所以那边贴脸 不管是BQB 直接又快变A 来怪兽人哥 但是DP还是有点撑不太住 打住了 好狂 但是杨这边狂不住 不过有买 现在只剩恐怖利润一个 一个打五个能打吗 好像打不了呀 狂起来了 再入 杀的就是你 泉水 哇 今天欧忌冠国告诉他 要加强泉水 我们在这场比赛里 就看到了为什么对他加强泉水 五个人冲进去 直接把凯文给怼了 恭喜小向 虽然说冲击一度 这个非常危险 但是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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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